第四看肝脏 肝脏就肝功能的情况 咱们要求的是一个熟悉内容 因为肝脏本身有很多情况 因为咱们很多的药物 都是经过肝脏的 应该说一个肝脏的代谢 经过肾脏的排泄 所以肝脏咱们都说是个解毒器官 所以很多情况下肝脏容易受损 包括你脂肪肝 包括你脂肪肝 包括你的慢性的肝病肝炎 肝炎都有可能会造成肝功能的损伤 如果肝功能轻度损伤 一般情况下 就是对麻醉来说 可能并不影响很大 就是我们不是麻醉的禁忌症 如果是重度肝功能不浅 那危险也很大了 比如肝硬化的 晚期肝硬化的 重度营养不良的 低蛋白血症 因为本身肝硬化以后 肝脏合成蛋白能力就差了 所以肝硬化的患者 都有低蛋白血症 都有低蛋白血症 那没有肝硬化的患者 如果你长期营养不良 长期吃不上什么东西 有一口没一口 也可能当时营养不良 性的一个低蛋白血症 对吧 那这时候还有大量的腹水 是因为肝硬化以后 会引起门外高压 门外高压 那三主症之一 比如腹水嘛 对吧 腹水形成 肝功能有问题 凝血有问题 凝硬有问题 所以这些都是 重度肝功能不全 包括肝轰迷前期 我记得我们前几天 收了一个肝硬化的 因为它是个肝痘状和变性的患者 患者 它就会引起肝脏硬化 肚子有水 有时候总上医院来找我们聊天 留得一来 我说你这肚子又大了 又水了 湿润呢 它也消不去 它这个 就有时候它水 为什么要说这个病人 因为它那个 它是个肝硬化的晚期了 但是水特别多 但是你要水多到什么程度 把这个肚脐儿就撑破了 肚脐儿撑破了 肚脐儿撑破水都流出来了 就滑滑流出来了 那怎么办 那这种病人 你也得手术吧 你没办法 尽管你只有手术风险很大 很大 但是你要手术 就看你的手术的 就是急于缓的程度了 程度了 那肝病的急性期 除急诊手术外 手术都是禁忌 手术都是禁忌 就是肝病的急性期 急性缓短性肝炎 急性爆发性肝炎等等 这时候如果没有特殊情况 一般不给它手术 一般 因为它凝血机制是有问题的 你滑了一个口 它出血止不住 你说你怎么办 对吧 知道 实验室检查关注的是蛋白合成情况 胆红素情况 凝血机制情况 还有药物的生物转化 我们就如果这病人有肝病 需要手术 那咱们就要看待这些生化指标 蛋白质的情况 胆红素的情况 转胺酶的情况 这些都是要看的 都是看到一个合成情况 看到有没有 就是说这种代偿的能力 代偿能力是不是可以手术 手术这是风险很大的 包括一些麻醉药 阵痛药 阵静药 安眠药 还有一些非去极化的激葱药 多数都是在肝中降解的 就像咱们刚刚我说的 肝脏就是咱们都叫肝脏是一个解毒的器官 对吧 解毒器官 因为很多的药物也好 很多的一些情况 很多的一些 包括咱们吃的一些食物 吃一些金属 重金属 等这些离子 可能都很多情况都是从肝脏去代谢的 肝脏去降解的 降解以后 然后你才能进入到一些其他脏器 减少其他脏器的损害 所以这些药都在这降解 如果你还本身就是肝病的患者 专门有问题的患者 你这些药 在肝脏 对肝脏可能就进一步的损害 你可能用药的一个量也要掌握 蛋白低的 药物和蛋白结合少 而活性成分多 那药效率增加 那它对于这个病人来说 可能就比企业的病人 可能对这个药敏感性更加 本来这个病人 比如说你在推 利多卡尹推 推了100毫克 都没有问题 没有 那这个病人可能推50毫克 就有问题 就有问题 是吧 那因为它本身和蛋白结合少 因为蛋白本身它就低 那蛋白低的话 它结合的少 那剩下的多 剩下的多 剩下的多怎么办 继续起效 那继续起效怎么办 病人就麻醉 就继续麻了 那所以这些就要 大体知道一下这种情况 为什么重度肝病患者 风险很大 其实因为本身第一个是 本身这些药物 可能对肝脏 造成进一步损害 第二个呢 本身这个药物和蛋白水平 结合能力 结合情况就会少 就会少 这些都是损伤 肝脏 对于肝脏手术以后 我们要求的全身症状差 全身情况差 中那三分 为什么有肝脏 慢性肝病 就是因为这些情况 有这些情况 就是所以它 如果有严重肝病的话 手术风险也是很大的 第五我们看一下肾脏 那我们看一下肾脏 那很多药物 那说药物基本都是从肝脏代谢 肾脏排泄的 对吧 包括其他的东西 所以很多药物和代谢产物 都是要经过肾脏进行排泄的 排泄的 所以这个肾脏如果有问题了 肾功能 B1也好 肌肝也好 是吧 这些肾脏有问题了 增高了 那它代谢能力就差 肾小管的这种能力和肾小管 肾小管重吸收能力 肾小球的一个代谢功能 它都会受到影响 受到影响 如果受到影响了 它排出排不出去了 那这个毒素在体内 那使这个药物呢 循环的时候 有问题的话 那对于这个肌体来说 可能更是打击 当然对于肾脏来说 可能会更进一步 引起肾的功能 那个问题 那这个当然是 我们一个熟悉那种 那我们看内分泌系统 内分泌系统包括甲胀腺 甲胀腺功能的问题 甲胀 阶级性甲胀腺疾病 包括一些甲胀腺的腺瘤 糖尿病 肾上腺疾病 等等 这些都是一些内分泌疾病 而这些内分泌疾病 可能就会影响到 患者的一个手术的 一个效果 或手术的愈后 那甲胀患者 如果你术中 术前准备的不充分 可以会引起甲胀腺的 微向 甲胀腺的微向 是可以死人的 原来有甲胀腺 现在底下的体温 在39度以上 腹泻 大汗淋漓 昏迷 这是有死人的风险的 是吧 不充分风险的 所以甲胀患者 如果就是在治疗期间 治疗期间 尽量给他降低 他的记录代谢率 如果要是在 在非急诊手术 还是应该把甲胀 控制好 控好的手术 这样会更好 免得引起 假装性微向 和危及生命 危及生命 糖尿病 要注意术中低血糖 因为糖尿病 如果要是个 择期手术的话 这病人早上 肯定要空腹 不让吃东西 不让通 而且咱们用降糖药 咱们在相关专业知识 也讲过 也讲说 讲麻醉与 内分泌系统疾病 那有糖尿病 但要求这个药物 一直用到什么 用到你的前天晚上 用到你的前天晚上 你才能停呢 胰岛素也是那样 就术中 术前那个可能 就是手术之前 那早晨是不打的 那也是要用到晚上 所以这时候 你可能就会 引起你低血糖 因为早晨 你要不吃东西了 那你可以 引起低血糖吧 要注意这个血糖的情况 随时监测 随时监测 肾上腺疾病 比如肾上皮脂增多症 是个细胞瘤 这些可能会引起 高血压的倾向 肾上皮脂功能不全 可以引起低血压的情况 所以这些内分泌系统疾病 也要着重 引起我们的重视 我们重视 因为它本身就是 影响到患者全身的情况 全身情况 必须要知道 我们肯定要 你要发生病例的时候 要注意这些 内分泌系统的疾病 那咱们看第七个 就是中枢神经系统疾病 中枢神经系统疾病 那就是它的意识情况了 第一个就是意识情况 对于它的神智状态 颅高压进行判断 神智是咱们知道 有意识模糊 和意识清晰度下降 意识和意识内容的改变 包括它的 嗜睡 昏睡 昏迷 昏迷又分为 浅昏迷 中昏迷 和深昏迷 包括还有意识模糊 和瞻旺状态 这些你要对它的 神智情况 进行一个良好的判断 那样判断 目前正处于什么样的时期 什么样的情况 还有颅高压 比如是个脑血管病 或者就是脑出血的患者 或者是一个脑外伤的患者 那它可能会引起 颅内压增高 包括头痛 喷射性 呕吐 是有的水肿 是吧 急性的话 可能没有水肿 但是头痛 喷射性 呕吐 它肯定是要有 肯定是要有 这是你要判断 它有没有发生脑扇的风险 或者已经发生脑扇 比如瞳孔的问题 呼吸的问题 这些是不是已经有 这是咱们要判断的 第二是昏迷程度进行判断 咱们说有浅昏迷 中昏迷和深昏迷 那你如何判断 它是个浅昏迷 如何判断它是个深昏迷呢 当然了咱们说 应该是以它的生命体征 生命体征和它的一个 这些 刚刚说的这些反射 如果这患者呢 当然是呼之不应的 但是生命体征平稳 平稳 血压呀 呼吸呀 这脉搏呀 这些就是很平稳 那还有就是什么 反射 比如说角膜反射 瞳孔对光反射 这些反射是存在的 那就是浅昏迷 如果反射消失了 瞳孔也散大了 生命体征维持不住了 血压也快快地往下掉 用药物维持 呼吸也没有了 用呼吸维持 这就是深昏迷 深昏迷一般的话 手术是没有意义的 就像昨天有一个患者 患者的家属问我 问我这个病人呢 出了车祸了 出车祸 目前来说呢 就是用呼吸机 没有呼吸了 自主呼吸了 呼吸呼到呼到维持的 血压也测不到了 用药物维持 能勉强维持到90 60 有60 医生说 他说医生说 已经失去了手术机会 问问我能不能手术 我这个病人 完全没有手术机会 完全没有手术 现在你就当务之境 先去抢救吧 能活着都不错了 都不见得能活 结果他当晚吧 当晚几点给我回复 其实他当时这个病人 就已经死了 就已经 就是医生已经宣布 他已经死亡了 就是没有意义了 然后死亡了 就是说 再过了这个几个小时 病人就死了 他就不甘心 不甘心想问一下 问一下 其实他心里已经认可了 认可 其实就是这个昏迷的程度 昏迷程度这么深 手术是没有意义的 你先抢救危险最高的 就是他现在已经 维持不住 生命体重 你先维持住 让他勉强能够度过这个 因为咱们说 你血压都维持不住 你到术中的时候 血压会更低 更低是吧 你更维持不住 那可能就很快就死掉了 还不如让他先维持住 以后再做更好 第三点 是对病人 有没有经觉椎体外系疾病 进行了解 经觉癫痫 有没有癫痫病史 或者有没有一些 像帕金森这个椎体外系疾病 无导病 这个椎体外系疾病 你也要进行了解 进行了解 因为有时候手术 可能对这些疾病 是有影响的 当然了 如果你要本身 你这个手术 就是做的是 针对帕金森的 做的就是针对癫痫的 那可能就会更有好处 咱们现在也有一些 无框架脑立体定向手术 对于难知性癫痫的患者 对于帕金森 抖得很厉害的 拿不东西的这患者 那做这个手术 可能会有效 那这种你去评估的是 其他系统 包括是不是有 癫痫的持续状态 这些风险 如果没有的话 你可以做这个手术 当然你必须定位要准确 第四呢 是判断的 有没有脊髓功能障碍 脊髓咱们知道 它是一个中枢神经系统 的一部分 它可以发出 各种各样神经 到咱们的相应的肢体 所以你看脊髓功能 如果有问题的话 它出现三大症状 运动 运动感觉和 自主神经 自主神经 尿病障碍 自主神经 那你看有没有 双下肢不会动 动能不能动 双上肢能不能动 能不能动 是上运动神源源 还是下运动神源源的损伤 感觉有没有感觉的平面 感觉是一半的平面 还是一个 整个的一个平面 有没有尿变的问题 这些都是要咱们判断的 判断的 就是病人去查 病人的医生去查 然后咱们也要去查底 就脊髓功能问题 我记得 我也又刚上班 上班没多久 上班没多久 赶上过一个病人 我们那时候 我还在ICU ICU 这时候呢 这个病人 半夜两点来的 因为我们那时候 医院 ICU刚成立没多久 那医院长 就要求 所有的手术后 全满的病人 先到ICU 过度 ICU给你看着 看着醒了以后 拔了管 拔了管 然后生病体型平稳 就可以送回普通病房 这个病人呢 半夜两点来的 来了以后呢 这病人 那我们得去接啊 我们去接 然后接着 然后就护士 告诉 就手术的护士 不是有护送的吗 来了 他还有麻醉师 来了 然后护送了 病人生病体型平稳 现在呢 还没有清醒 全满 全满 我做的什么手术 做的皮切除 皮切除手术 然后这个护士啊 就是手术手护士 无意中说了一句 他说你呢 让护士跟护士说 他说你赶紧换个床单吧 他屁股底都是大便 但是谁也没有注意 这个事情啊 谁没有注意 那护士呢 赶紧就清洁这个东西 然后给它擦干净了 放在床上了 然后就给他什么 就给他 我就看着他呀 然后过了一会儿吧 他就 就开始动 躁动 然后我找他 老太太 醒醒 他睁眼了 我说知道在哪儿了吗 醒醒了吗 他清醒了 知道叫什么名字吗 叫什么名字吗 是吧 是 我给拔了 拔了以后 他当时拔了以后 我说肯定不会说话呀 我说那你睡觉吧 睡觉 早起 我们需要八点 给护送过去 那七点 我去查房 一查房 我都会 我看老太醒着呢 我说老太醒了 他说啊 我说老太 你晚上你干嘛 这大饭一二匹还破裂 你出去打篮球的 咱们开玩笑 他说没有 他说就喝点水 我感觉 喝点凉水 感觉不舒服 光灯光灯 敲了几下 就这样了 当时谁没有注意 这些细节啊 都说 都认为没事 没事 老太太说 神是清楚了 送普通病房 结果到下午 应该是到下午 或者到第二天 第二天 我休息 第二天 第二天 这家主就反映 这老太 两个腿不会动了 两个腿不会动 伤上只没问题 两个也不会动 大小便失禁 那小便没问题 是插着尿管呢 他大便失禁 你就反映这个 反映这个 当然医生都很重视 赶紧去弄完一座 就是腰 应该是胸 胸四五那块 是压缩前骨折 让家属都不干 那说是你们 做手术的时候 给我们摔了 给我们摔的 他说你可以打听打听 我们这个 他说我们村去打听打听 就知道 他在没做手术之前 是不是会走 是不是会走 是不是没有问题 那现在我们都 你都 现在我们都不会走了 就不会走了 那就贪了 接贪了 就是脊髓功能 是吧 你脊髓功能有问题了吧 你看 有感觉平面 的确有感觉平面 运动问题 耳边失禁 自主神经问题 脊髓功能 那你这个人家院长 就倒追呀 你第一个接诊病人 是谁 第一个接诊大夫 是什么样子的 第一个到别的科室 是什么样子的 当然您也问我了 那我就如实说 刚刚我跟您说的 是一样的 跟我的院长 是如实汇报的 那接诊大夫说 他说 他说这病人来了以后 就被家属背着来的 审知都不清楚了 病人说插体呢 他说我们肯定要摸摸肚子 摸肚子 让这个病人像 就是昏迷病人 其实腿戳起来也能戳 但是他就戳不起来 一戳这腿 光机就平了 一戳就平了 他说我是 插体的时候 我是用身子 顶着他那个两个腿 顶着他两个腿 然后戳起来 然后我摸着肚子 但是他没有痛苦表情 没有痛苦表情 但是我一做采擦 满肚子都是液体 就请外科 外科考虑皮破裂 就赶紧做手术了 就这种事 这种事 那就谁也不知道 就是究竟怎么样 发生的这个事情 谁也不知道 因为老太太说 用凉水光一光 喝了早两下 能把屁早破了 这个都不追究了 谁也不知道 反正最终这个病人 就是一个脊髓功能 问题 而且是上升性的 上升性的 因为它很快就会出现 呼吸混乱 又找买次 又回到买次 最后七碗插管了 然后七碗切开了 那就上升性的 所以数中 就数中你考虑的 就是数前 你要去评估 它的一个脊髓功能 是非常关键的 如果你没有评估好 那可能以后就会 你看陆续到 这一系列问题 陆续到 就是一系列问题 你都要去处理 都要去面对 面对是吧 好的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胃肠当 这部分也是我们熟悉的内容 胃肠当 对于病人来说 我们要求就是 应该是 如果择起手术的话 我们应该让它是空腹 是吧 空腹就是手术 当天就是早晨呢 或者下午 就是不让吃东西的 那对于急诊 病人来说 也要评估 有没有宝贝现象 就是也尽量尽量空腹 因为要 因为如果要说 你吃太多 做手术的时候 难免有手术胃肠道 有胃肠道手术 还有其他的手术 你可能就会引起 它的一个呕吐 因为引起呕吐 就容易引起误吸 因为本身 病人麻醉状态下 它的这种反射 是比较弱的 它容易误吸 一误吸 回到堵住了 有可能会窒息 有可能会窒息 有可能会引起 注意集中肺炎 这些都有可能 就是肺部的病发症 有可能 所以对于这个 折旗手术 肯定是要空腹 当然了 如果要是急诊手术 咱们也没有办法 要求人家完全空腹 但是我们一定要评价 它是不是一个宝贝 就是刚吃完饭 得病了 对吧 那这个也有可能吧 也有可能 是吧 但这个时候 如果要说 有个宝贝的话 咱们作为麻醉科医生 需要着重注意这种情况 然后就防止 它的一个雾吸 一种雾吸情况 以及引起 犹豫它误咽 也可能会引起 聚集性的肺炎 肺部病化症 当然评估 它的电解质 等等这些情况 那情况 那后面接下来 电解质了 这部分是我们要掌握的 是吧 水电解质 酸件平衡 这个因为人 人都是水做的 是吧 不管男人女人 它基本水 占到60%到65% 尤其小孩子 可能占的人体的水分 可能更多 所以说人都是水做的 尤其是女人水做的 其实不对 男人水做的才对 因为男人水分 比女人水分还要多 所以这个水是生命之源 水是水孕育了生命 那当然我们人体也是一样 那内环境 内环境在西边 都是在液体里面的 液体里面 所以要求我们 这个内环境是稳定的 你水电解质 酸件要稳定 是吧 你电解质 甲纳绿 最起码甲纳绿 钙绿这些 要稳定一下 酸件是要稳定的 如果这个病人 没有稳定性的情况下 就是它不稳定 比如说一些 糖尿病从症酸症毒的患者 那酸过多 或者是营养失衡 电解质有问题 有问题 这些都是什么 潜在的一个风险 潜在的风险 所以必须要查找 引起 就引起电解质紊乱 引起酸件失衡的风险 我们就说肝痘状 和变性的 好的时候 会跟你开个玩笑 然后这几次来 每一次来都不一样 第一次 就是今年 今年 一月份住院的时候 一月份住院的时候 是走着来的 走着来的 就是肚子特别大了 都是水的 住院就把水抽一抽 抽一抽 消消这个浮水 第二次来 坐在轮雨来的 被他妈推着来的 轮雨来的 那时候还能跟你对谈的 他就说了一句 还有印象特别深 他大夫走不了了 走不了 我一看这个情况 就是那种 有点糊涂 但是跟你对话还可以 就是神志恍惚状态 第三次 平车推着来的 平车推着来的 神志完全不清楚了 完全平轻 那后面这两次一验 PA值在7.1 7.1 一个7.15 一次7.18 就严重的酸中毒 因为他代谢是有问题的 代谢有问题 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盲目给他做手术了 你说肚子有水 给做手术 那这个风险是很大的 所以给他补了减以后 那这个症状呢 逐渐就神志呢 逐渐就会就转轻了 但是他总归危险性还是很大 总归危险性还是死亡率还是很高的 那这事就是你需要查找引起这个原因 因为人 正常人是不能无缘无故 你就酸碱失衡了 无缘无故 你就电解脂紊乱了 这个不可能 电解脂紊乱有可能长期的腹泻 长期的呕吐 呕吐这些时间长了 也会引起这种要去查找 水电解脂 水电解脂之间的关系 酸碱平衡之间的关系 等等等等 要尽量给予纠正 尤其咱们刚刚说了 如果是择戏手术或者陷棋手术 癌症就是陷棋手术 这种手术 病人给你一定时间 比如给你一个月的时间 给你半个月的时间 那咱们就把它基础疾病也好 把它的基础状态要争取给调到最佳 调到最佳状态 这时候我们准备尝到 就是这些术前的准备 可能更充分 对于患者来着 可能就是要 就是可以对他来说 可能就是他的术后的病化症也好 或者一些 其他的一些情况也可能会更好 那第十个就是一个血液疾病 血液疾病就是抗凝药物了 阿斯匹林的华法林啊 等等这些 这些有没有你正在应用这些情况 因为咱们老年人有手术 比如老年基础疾病比较多 或者高血压糖尿病 脑血管病冠型病 你可能正在服用的是阿斯匹林 或者是利比格雷 是吧 有的是一些防颤的患者 可能你正在用的是华法林 那华法林 这个时候你要用 你要对于 因为它对凝血是有影响的 那阿斯匹林或利比格雷 抗血小板聚集药 是吧 华法林那是抗凝药物 抗凝药物 那影响到你手术以后 你是一切 切开以后 那只血凝不住 因为我们要求吃华法林的时候 你的癌二值应该是2到3 你把2到3 要求这个癌二值 是肯定比正常值 肯定是要高的 就刚刚你爱在2到3 你是尽管这个 是个比较宽的范围 但患者可以 需要这个华法林 需要调的可不一样 可不一样 你调过来以后 这个2到3 那对于咱们正常人来说 可能就是这个癌二值就高了 就高了 那就有出血的风险 对于它来说 对于一个防颤的患者来说 它也可能会有 包括一些 你做了一些支架 做了一些换的瓣膜 你都需要长期拥有华法林 那这个时候 你的凝血就会有问题 有问题 那你在这时候 在做手术 就有个风险 其实我们有过一个老病人 有时候给我打电话 杜大夫怎么了 我说 他说以下 大便里有血 变血了 或者尿 有时候尿都尿血 那这些就是 因为他长期口服滑法林 他就是癌二值 让我们再调 总是在2到3 他自己也现在也值得2到3 所以低了 自己加点 高了 你自己减一点 减一点 因为他总是要隔半个月上 就半个月上来查一次 那你出血了 那你就得要给他减量 给他弄血止血药 那这个就总是有风险 那这个时候 数值我们要掌握 阿斯比林 一般一到两周 一般是一周 七天 停七天 是吧 但是对于看 是什么样的手术 如果你是拔牙 拔牙这种手术 我们要求是停七天之内 应该五到七天 五到七天 就不要停时间太长 为什么 因为它是抗血小板聚集药物 抗血小板聚集药物 如果要说你停的太长 因为它血小板是每天 每天都要更新 每天更新百分之十五 那七天都百分之一百零五 就是完全迭代 完全更新 如果你停滑反林 停了七天以上 你的身体的血小板 全部都是新的了 就是说你滑反林 你的阿斯比林 就要重新再起作用 就是用的时候 再重新起作用 对于患者来着可能致命 咱们也赶上过 有的患者 就是心梗的患者 咱们要求他 就要求他 就是吃滑反林 吃这个阿斯比林 他就停了 停了 他因为要手术 就停了 结果停了一周 就再心梗就死了 就死了 所以就是这样的话 就是咱们作为麻醉科的医生 肯定是要评估 重新评估他的一个状态 就是以前有什么疾病 目前在吃什么药 我们可以要停多长时间 而且这个手术 设计在范围的大与小 对于患者来着身体 打击大与小 和手术的利与弊 你都是要评估的 因为因为术后 他也要停一段时间 停几天阿斯比林 所以你要和心内科医生 要重新联系 就请外科医生 和心内科医生联系 那这个病人 多少时间 把这阿斯比林给吃了 给吃了 重新吃 你不能说让停 时间无限制停下去 这个不对 滑反林 是要这术前三到五日停掉 银杏夜之际 术前三十六小时停药 人参之际 术前至少七日停药 因为他可能对于 你的血液系统 都是有一定影响的 我们把这个术值 尤其是阿斯比林 和滑反林 这个术值要知道 就是停多长时间 停多长时间 这要知道 就是因为本身 他对于我们手术 是有一定影响的 要知道